神秘池塘惊现冒泡现象 好奇村民挖出千年珍宝 很多人在哪里走 我在离开 我在离开 金森 古钱币为什么牺牲于池塘 从什么地方来的 池塘的底部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池塘里的发现 地理中国即将过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苏省丹阳市是南朝齐梁两代帝王的故里 据考证丹阳市境内两代帝王帝后的陵墓多达十几处 距离这些陵墓不远的地方 坐落着一个名叫九里村的古村 就在2001年 一个神秘的现象引起了地质学家的关注 而这件事呢 要从村民的一个发现开始说起 江苏省丹阳市的九里村 位于江苏省南部 地处长江三角洲 东距上海二百多千米 西距南京八十多千米 九里村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村 它是古无文化的发祥地 九里村的村前曾分布的一大一小两口池塘 在小池塘的沿岸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池塘里每时每刻都在翻滚出犹如碗口大的气泡 村里的老人说 这种奇特现象已经持续了上百年 好端端的池塘水 为什么终日不停地翻滚和冒泡呢 为了揭开池塘水下的秘密 2001年的一天 村主任欧阳祥和组织了几位村民 朝着冒气泡方向进行挖掘 村民们挖掘了一会儿 在乌黑的淤泥中出现了一块硬物 欧阳祥和仔细一看 沾满淤泥的硬物竟然是两枚古钱币 接下来村民们感到更为惊奇 在两枚古钱币的下方 他们竟然清理出了一大批的古钱币 数量多达几十枚 村民们兴奋地清理完古钱币 简接着一个令他们更吃惊的场面出现了 不到几分钟 在乌黑的淤泥中 他们又挖出了几十枚的金簪 这些金簪制作精细 造型优美 有的金簪还被刻上了姓氏 有情 有天 有地 还有味 这些金簪是谁的呢 在池塘里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古钱币和金簪呢 为了揭开池塘里的秘密 村民们加快了挖掘的速度 很快 他们在污泥中又发现了很多的青砖 他们有规则的整齐的排列着 池塘的底部 为什么会存在大量的青砖呢 九里村附近 分布着南朝的陵墓群 这时有人猜测 池塘里出现的青砖 可能与墓穴有关 可是这样的推测立刻被排除 因为墓穴结构一般为长方形 而这些青砖 却呈圆形排列 通过观察 欧阳湘和初步判断 这些排列有序的砖墙 很像是古井的井圈 此时 村民们都有了一个疑问 池塘的底部 为什么会有古井呢 为了找到答案 他们扩大了挖掘的范围 随后 村民们在池塘里 连续清理出了三口古井 这让村民们百思不得其解 池塘里为何同时存在古田地 金簪和三口古井 为了找到答案 欧阳湘和查阅了当地很多史料 结果在一本庙志中 找到了相关记载 我看到那个九亿庙志 和那五十宗谷上记载着 就是庙志庙前 东南方有古井六口 祭子庙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它与这些古井 相距一百米左右 根据庙志中的记载 村民们在池塘的岸上 又清理出了三口古井 后来我们就继续扩大面积 把这个面积扩大 我们一共就发现这六口古井 村民们对这些古井进行了修缮 不久后 六口完整的古井 恢复了古石的模样 呈建在村民们的面前 这时村民产生了一个疑问 在如此狭窄的地方 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六口古井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村民们把古井中出土的古钱币和金簪 送往考古部门进行鉴定 希望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结果除了考证了这些金银事物的铸造年代 为宋朝之后的各个朝代拜 考古专家们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 这些古钱币与金簪 为什么会栖身于古井的井底 专家们也一时无法得出结论 就在村民们迷惑不解之时 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了 这六口被村民们开掘出来的古井 发生了奇异的现象 每一口古井的井水 都在终日不息地翻滚和冒泡 就像煮沸了的开水 在接下来的观察中 村民们感到更为奇色 这六口古井虽然近在咫尺 而井水却轻着分明 北面三口为青井 南面三口为灼井 呈现出三清三灼的奇怪现象 有位村民非常好奇 他找来打水工具 对六口古井的井水分别进行了品尝 而这一尝令全村人都感到震惊 六口古井的井水出现了六种不同的口味 清澈的三口古井分别带有啤酒味 柠檬味 雪碧味 而浑浑的三口井分别带有铁锈味 苦味和麻辣味 六口古井常年出现翻滚不止 三清三灼 口味不一的三种奇特现象 在全国迅速传开 各地的游客们纷纷前往九里村观光探奇 谢谢 啥一点 啤酒味 啤酒味 真的啤酒味 可乐味 丹阳古井出现的神奇现象吸引了不仅仅是游客 同时也引起了地质爱好者和地质专家们的关注 为了探索古井的奥米 有人曾经做过实验 他们用抽水机抽取任意一口井的水 结果发现越是到井深处 这个井垂翻滚的越是厉害 虽然历经了多次实验 但他们始终没有揭开古井 清除不同的比较 那么这六口神奇的古井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六口古井既在咫尺却口味不一 奇特现象是自然形成 还是另有玄机 池塘里的发现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为了揭开丹阳古井的绅士之谜 2011年9月 地理中国设置组 跟随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专家 前往丹阳九里村进行调查 在村民的指引下 科考队找到了九里村的神奇古井 顾阿明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水文地质勘查中心总工程师 多年促使水文地质勘查 工程地质勘查 沿途分析测试等工作 顾阿明对这些古井进行了仔细观察 他发现 井水的确清酌分明 翻腾不止 那么 这些古井的水质 究竟如何呢 科考队分别采集了六口古井的水样 送往了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实验室 进行了检测 水质基本是可以用的吧 能够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 这些清酌不一 常年翻腾的井水 不仅达到了居民饮用水的标准 而且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十分丰富 那么 这些古井真的带有啤酒 雪碧 柠檬等六种不同的口味吗 科考队员就此进行验证 你也过来 来 也是有点啤酒味 蛮好喝的 反正有一点刺激性的味道 不冒怕的区别 通过品尝 科考队证实 六口古井确实带有六种不同的口味 村民告诉顾阿明 这些奇特现象一直存在了十几年 一刻也没有发生过改变 这些奇特现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很多专家虽然进行了多次调查 但都没有找到答案 关于他们的成因 在民间却流传着很多版本 有些村民认为 井水常年用藤鼎沸与神龙有关 这是一块神龙卧在这儿的地方 龙眼这样子这样子扎眼 它就水就冒一冒 随家办喜事 结婚 都会新郎新娘 都要到这儿来 拿这个水洗洗脸 洗洗手 为的是什么 早日生龙凤龙子啊 村民认为 在这些千年古井的井底下 潜藏着一条巨大的神龙 古井常年翻滚冒泡 正是神龙呼吸所致 这些民间传说 根本无法解释出六口古井 出现神奇现象的原因 反而让六口古井的身世 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那么六口古井的三种奇特现象 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顾阿明一时也无法判断 在一个非常很小的一个范围里 有这么多种现象 我感到非常神奇 我感到将近三十四年了 还没看到这种现象 在十几平方米的范围内 密集分布的六口古井 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而这些古井的井水 又常年出现翻滚不停 口味不一 三清三浊的奇特现象 更是绝无仅有 这时科考队意识到 要查清他们的成因 不是那么简单 为此科考队决定 对这三种奇特现象 分别进行调查 他们首先从井水的颜色入手 调查古井出现 三清三浊的原因 科考队能找出真相吗 专家深入调查 古井绅士变得扑朔迷离 千年古井之谜 能否被揭开 池塘里的发现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为了调查这些古井 出现三清三浊的原因 科考队首先对清水井 和浊水井之间的距离 进行了勘测 通过勘测 科考队发现 清水井与浊水井的布局 十分均衡 更令科考队吃惊的是 三号清水井 与四号浊水井之间的距离 仅为七十厘米 在不到十五平米范围内的六口湖井 清水井与浊水井的布局 为什么会如此分布呢 相隔仅为几十厘米的 两口湖井的井水 又是如何做到清浊分明的呢 通过观察专家猜测 出现这种现象 存在两种可能 一种是 清水井与浊水井的全眼不同 经水来自不同的地层 第二种是 浊水井中含有大量色素离子 导致了清浊不一 为了查清井水的源头 科考队对这些古井的井深 进行勘测 通过测量 科考队发现 六口古井的深度 几乎都是三米左右 郭阿明说 丹阳地区是 长江三角洲平原的一部分 经考证 距今十八万至一万年 随着长江的发育 地面长期经受 河流侵蚀 切割和泥沙堆积作用 在丹阳地区 沉积了四十多米厚的 黄土堆积层 而九里寸六口古井的深度 只有三米左右 显然 古井井水来自不同地层的说法 站不住脚 在这么一个小的季节范围 如果在我们基建三期 能看到 在平原期出现 这种地质条件 突变的情况下 也不要不存在 那么 这些井水出现 三清三浊的现象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这时 科考队联想到了一个细节 所有人在品尝井水时 都感觉到了 四号浊水井 带有严重的铁锈味 专家告诉我们 铁锂子是自然界中 最活跃的色素锂子 于是科考队推测 丹阳古井出现 三清三浊的现象 可能与井水中的 铁锂子含量有关 浑的里头含有大量的铁 那么它在翻滚的时候 跟空气接触以后 二加铁就变化成了三加铁 那么它就变浑 为了验证猜测 科考队采集了六口古井的水样 送进了实验室 专门检测水样中铁锂子的含量 测试下来呢 就是说清水的里头的铁锂含量很低 浑水的铁锂含量很高 浑水是清水的数多倍 检测的结果表明 北面三口清水井的铁锂子含量极低 而南面的三口浊水井的铁锂子含量极高 比清水井高出了十几倍 因此科考队断定 由于井水中铁锂子含量不同 从而形成了三清三浊的奇特现象 那么这些古井近在咀嚼 为什么铁锂子会相差如此之大呢 这些古井的底部会不会存在什么奥秘呢 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所以说这么近它 为什么它这个铁锂子含量不一样 我们也在周边进行了调查 为了解开其中的谜团 科考队分别挑选了一号清水井和六号浊水井 决定用水泵把其中的水涂干 看看水位的变化 是否能影响到水的清浊程度 在这六口清浊不一的水井中 科考队会有什么发现呢 半个小时后 两口古井都被抽干 科考队在井底 没有找到清水井与浊水井 出现铁离子差异的原因 但是在抽水的过程中 科考队有了一个新发现 从这个抽水的情况来看呢 一号抽一号井的时候 其他五口井水位都没有什么变化 说明这个一号井跟其他的井 是没有这个很好的水的联系 那么抽六号井的时候呢 很明显 四号五号井跟着水位一起下去了 二号三号一号也不动 那么从这个线下来看的话呢 其实三口浑水井 四号五号六号井 它们是联通性很好 而跟三口清水井 这个联通性是很差 抽水试验证明 三口清水井的联通性极差 而三口浊水井的联通性极好 于是科考队推测 组成浊水井的土层疏松 组成清水井的土层紧密 而这个推测 在距离浊水井六米的土层切面上 得到了证实 因为这些气孔嘛 所以从这里头出来就比较多 那么这个气孔里头 它这个铁的含量 哦 这铁含量很高 通过调查科考队发现 浊水井附近的土层 不仅距地出松 而且在泥土中含有大量的铁元素 而清水井附近 却是一层质地紧密的黏土层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土层呢 这些古井位于济子庙前的池塘附近 济子庙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科考队猜测 数千年来 庙前池塘附近的土层发生过多次变化 而这个推测 在丹阳县制中得到证实 南朝南齐书中有记载 全在济子池东南百余部 古井树石 宋朝九里废井中有记载 济子庙旧有永景两所 清朝光绪丹阳县制中有记载 庙前有废井寺 在不同年代 济子庙前的古井数量不尽相同 有力地证明 古井所在地的土层 在不同年代都发生过改变 专家推测 在远古时期 六口古井所在地 都是含铁量高 质地疏松 渗水性强的土层 由于人为原因 北面被挖成了池塘 池塘里沉淀了大量渗透性差的淤泥质粘土 数年来 池塘被多次填埋 原来的土层被置换成了渗水性差 含铁量低的粘土土层 挖掉了以后 它就不存在 不存在呢 它这个铁的含量就像淡泥厂 就少了 由于南边土层的铁离子含量高 且渗水性强 土层中大量的铁离子被渗进了井水中 铁离子与空气接触后 发生了化学反应 变成了红色 因此 南边的三口水井 变成了浊水井 北面的三口井 是从池塘里挖掘出来 它们由含铁量极低 而且渗透性极差的淤泥黏土层组成 这种淤泥黏土层 对渗入井中的水还起到了过滤作用 为此 北面的三口井的井水清澈无比 这时 科考队又有两个疑问 这些古井 为什么会出现啤酒 雪碧等六种不同口味呢 它们又为什么常年翻滚不止呢 通过几天的考察 科考队初步查清了丹阳六口古井 出现三清三浊现象的原因 同时 他们还查清了井中 古钱碧和金簪的来源 专家说 由于这个井水常年翻滚不息 在古人的眼中 这些古井带有灵气 前来朝拜的善男信女们 便把钱碧和金簪投入井内 以祈求家人平安幸福 随着考察的深入 披在古井身上的神秘面纱 正在被科考队逐一的解开 但是上千年来 这些古井 为什么常年不停的翻滚冒泡呢 井水又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口味呢 请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盛春 明天见 丹阳六口古井 惊现神奇现象 数千年来 井水常年翻滚不止 口味不易 那个像皮酒味 这个是酸甜味 有的像雪碧 有的像啤酒 还有的麻辣味 地质专家深入考察 能否揭开 神奇现象 背后的地质奥秘 池塘里的发现 地理中国 下期播出 下期播出